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量会比今天还要少 而各地主要是多云稻晴的天气 高温32到35度 不过在台北市台中还有云嘉南 花莲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 中午过后热力作用很旺盛 吹偏南风所以对流发展起来会往北边跑 所以看到降雨范围 明天中午过后 午后雷震雨在各地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都会比较明显 大台北地区包括了山区还有平地都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雷雨 清晨到上午在迎风面的南部沿海会有一点零星飘雨 而台东还有东南部的恒春半岛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 到了后天环境水气会减少 中午的天气以多云稻晴为主 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阵雨 而中午过后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机会 但是雨势会比最近这几天来得小 下个星期要注意的是西南风的过山沉降作用 在东南部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大台北盆地都会偏热 明天要注意的还有紫外线全台湾都是过量级 这样的紫外线晒20分钟就会对眼睛还有皮肤造成伤害 出门最好要做防晒 紫外线会怎么伤害皮肤呢 我们看到三种紫外线在UVC大多会被大涕层毒涨 不过UVP会来到表皮层造成晒伤还有暗沉 还有UVA会穿透皮肤一直到真皮层 造成皮肤的老化还有变黑也是诱发皮肤癌的主要原因 千万不要轻忽 生活Ballon Me抓气象重点 明天在南部还有东南部的迎风面容易会下局部的阵雨 最要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在各地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 所以中午过后最好少往山区活动 明天紫外线晒20分钟就会造成皮肤还有眼睛的伤害 出门最好要擦防晒或是撑伞戴帽子 在台北台中云嘉南还有花莲台东 明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 这么热的天气车子一洗火温度就会快速上升 千万不要把小孩还有宠物留在车上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